根据CDC统计,在美国部分地区,超过80%的新增病例都是由Delta变种病毒引起,包括密苏里、堪萨斯和爱荷华等中西部州。 此外,在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等西部州,74.3%的新增病例都与Delta变种有关。 而在德州、路易萨纳州、阿肯色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等南部州,这一比例是58.8%。 不过,好消息是,在美国使用的所有疫苗都能有效地预防重症、住院和死亡。 因此,公共卫生官员独促人为接种疫苗的约1.4亿至1.5亿美国人尽快接种疫苗,原因是在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,面临变种病毒的风险尤其大。 这些地方包括阿肯色州、密苏里州、怀俄明州都开始出现由Delta变种引起的相对较大的病例激增。 中策新务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